面前的男人被相恋八年的前女友抛弃,却把气撒在了美貌贤惠的妻子身上 原来,萨然是一个落魄的富家少爷,并拥有一个相恋八年的女朋友 就在即将订婚的时候,女朋友却给她买了一顶绿帽子 于是萨然终日愁眉不展,萨夫人不想看到儿子日渐消瘦 就把萨然娃娃亲的女孩接到了家里 可是女人并不是自己的娃娃亲对象,萨然觉得自己被骗了 所以对着貌美贤惠的妻子整日冷嘲热讽 可是第二天,看着整洁的家和美貌如花的妻子,萨然心里又多了一丝动容 但萨然还是觉得自己被骗了,只能远远地观望着贝拉 萨夫人看见儿子的做法十分生气 在她看来,以他们的家境能够娶到如此贤惠美貌的妻子,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面对母亲的训话,萨然也觉得很有道理 本想主动找贝拉谈谈的萨然,却突然发现了对境 如果贝拉是贝加大小姐的话,她应该不会做这些家务啊 贝拉毕竟是贝加收养的孩子,瞬间尴尬地愣在原地不敢说话 萨然见贝拉不言不语,抱起小狗假装对小狗说话 实则,她的话都是对贝拉所说 贝拉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和萨然争讨起来 可是原家的女儿就像是无依无靠的野草 一肚子委屈的贝拉无人诉说,泪水也在眼中打转 而萨然看着红了眼的女人,内心竟有一丝心恒 虽然是这样,但是萨然时不时还会想起前女友 所以她无法接受贝拉 到了晚上,萨然吃着美味可口的饭菜 她以为是保姆做的,所以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贝拉也小声地请求保姆保守这个秘密 可是第二天,保姆怕丢了饭碗,于是跟贝拉发提气 逼贝拉离开厨房,然后想复刻贝拉的配方 还原出一样美味的食物 可萨然只是尝了一口饭桌上的食物 难吃的脸都变了质色 不信邪的萨然又尝了一口别的菜 发现其他的菜也变了味道 于是萨然只能质问保姆,为什么菜都变了味道 保姆只能告诉萨然,美味的食物都是贝拉制作的 知道了真相的萨然,尴尬地看着贝拉 此时,她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是贝拉不甘心,就这样被萨然逃掉 于是站起身来,继续询问萨然 贝拉以为自己的真心付出会打动萨然 没想到,嘴硬的萨然还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心 就这样,伤心的贝拉可非途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萨然嘴上虽然说着要开车送贝拉 但是内心早就掀起波澜 希望能留住面前的女人 可是贝拉去意已决 无计可施的萨然只能说出自己受过情伤的往事 还希望贝拉能给她一些时间和释然 贝拉听完,只好上了萨然的车 萨然也没有把贝拉送回家 而是把贝拉带到了一片向人的花海 贝拉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夸赞着眼前的美景,是慌张 二人在如此美好的景色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结 萨然是因为受过伤害,所以不敢贸然地接受贝拉 而贝拉远嫁这里,也是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四目相对,本以为这会是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可是,清醒的贝拉坚持让萨然把她送到火车站 萨然却想趁此机会试探贝拉 于是把贝拉蹬在车上